大家好,繼續回來下午快樂廣場的直播環節 身邊的嘉賓仍然是郭水柳和我們聊天 郭水柳,你好 是,你好 跟進到內地股市的情況 上升綜合指數要跌 跌8點,最新報在2147點 互深山馬指數上升1點,報2405點 深正城市要跌不夠1點 三次跌1點,剛剛跳了 最新報是8403點 郭水柳,昨晚收視來說 有些好消息,就是匯金增持在四大行方面 我最初以為是露光 誰知金額非常少 只有3.63億人民幣 而見到四大行的股價方面 好像變動性不太大 暫時四大行的股價來說,都是偏遠 而且,今日看到央行方面 繼續進行一些發央票的動作 談到逆回購、正回購等等 反而沒有提到 郭水柳,怎樣看呢? 因為暫時內地股市的弱勢 都持續在那裡 很多分析都說到 可能會跌穿2100點的水平 你怎樣部署? 其實很大機會反覆帶遠的形態 仍然不變之下 指數是繼續向下市低位的 關鍵在哪裏呢? 其實好像匯金那樣入市 當然是有提振的效應 但3億多金額 你相對每天成交金額 以幾百億來計算 其實那些或是說的 今上微不足道 最重要就是信心的問題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內地的股民對股市的信心 似乎來說 都還是比較散漫的 核心問題在哪裏呢? 始終就是政策 剛才上一節已經說了 溫總的時間就一定要補白 所以政策是不斷地出台的 之後新的領導人就提到 要補7.5 都不重要 你半個百分點而已 但也不可能沒有政策出台 但最近外電就 有些說到 內地的政府可能 將經濟增長的目標 輕輕下移到7.5 這裏就有問題了 因為 你如果在7.5 在阻止水平穿梭的話 其實你政策不扶持的話 很難維持到7.5的增長勢頭 因為第一個是7.7 第二季可能只有7.6 甚至只有7.5 第三季可能會低於7.5 但如果你要棄手7.5 要補7的話 即是7.4甚至7.3 我都不需要推政策 這裏就令到一些股民失望 即是在沒有政策推動之下 大家對股市對經濟的前景 都看得比較保守 唯獨是房產業樓價仍然是穩定的 如果你問到我 匯金的入市有甚麼意義 其實就是個別的內銀 其實估值已經跌到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可能會有少少提震的效應 但這個不會說 因為匯金的入市 將會扭轉了內銀持續反覆帶遠的局勢 暫時來說是擺脫不了的 看回資金流的方面 其實內地的資金是拉得比較緊的 如果你說在現在這一分鐘中央政府仍然 都是在流動性過多之下 再發央票 再去吸收一些過多的流動性 將會令到市場對資金的需求更加緊張 在價錢大家都看到新聞 內地的拆息突然間飆升到8厘到9厘 這個情況是很罕見的 當然問題就不會嚴重 中央一放就已經可以舒緩到相關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是減不減息利其節 可能會下調銀行準備金 為何這麼說 因為現在銀行準備金還有20% 問題是需不需要銀行準備金維持在這麼高的水平 雖然每下調半個百分點或一個百分點 就代表有4000到8000億的資金 是拆出來的 因為銀行可以拿多些資金 可以太多些出去 亦都可以舒緩市場對資金的壓力 只不過是擔心錢一放的時候 大家又去炒樓了 這真是沒辦法 你買樓第一就可以住 第二可以租給別人 第三可以作一個固定的投資 但買股票就好老實實 買一年就輸一年 買兩年輸兩年 買三年輸足三年 你試問又有哪個願意把資金投放在股票上 當然實實在在 買磚頭放在這裡 這是沒辦法的 況且中國人的習慣都是先置業 換句話說 有錢大家都傾向於買磚頭 這是民間的習俗 亦是改變不了的 況且現在民間的財富是天文數字 如果市場的氣候是許可的話 他們對置業的意欲將會進一步提升 所以除了限價之外 亦都有限購的措施 即是知道你有錢買 但不讓你買 不讓你買那麼多 所以令到市場的情況 有些那麼多在政策主導之下 是被扭曲了 實質的剛性需求就大得很厲害 還有 早前在報紙提到一些城鎮化的計劃 這件是甚麼一回事 例如內地的農民 我當你有8億個 7億或8億 好不就當8億 如果你說 城鎮化計劃 會導致一半人有機會 遷移戶籍去到城鎮的話 中間就4億 當然不會說今天、明天 或一年內是做的 這個計劃可能是15年 10年甚至20年 是慢慢慢慢逐漸去做的 但涉及的金額其實是天文數字 你去到城鎮、郊邊那裏 你買一間屋便宜一點 我當你30萬 你涉及金額 都達到120萬億人民幣 你想想有多少配套基建要做 例如學校、醫療、康諾設施、道路 或者是街市 你都是要做的 即是整個配套做下去 是可以令到經濟維持7.5%甚至8%的增長 但政策還未出 變成大家都是現在在等 首先來說 如果匯金入市的話 第一是有提振的效應 心理上是有的 但由於金額只有3億多 老老實實 雷聲大雨點又少 根本上起不到甚麼效應 不過如果政策往後會稍微寬鬆 例如現在通脹低 是有權減息 有權進一步下調銀行準備金 如果這兩招一起去做的話 就全然不同了 對大市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提振效應 很可能A股也是趁機會上駁上去 直到現在這分鐘 上證指數在2013年暫時來說 都是處於下降通道裏面 由2444點開始 已經漸漸形成一浪低一浪的形態 6月13日當日曾經見過2126點 老老實實 如果一旦再跌穿的話 下一個技術上防守性的低位 將會退守到2142點 或者218點都不定 所以大家也要保守一點去看 謝謝郭Sir在內地股市方面分析 休息幾分鐘 之後聽郭Sir說港股方面的情況 亦都見到恒指方面 這一刻要跌145點 去到21,082點 成交金額233億 國企指數跌65點 到9,679點 休息一會兒 待會再談 我們下次見 更詳細的留意 一天 答案 讓你們 我們